接着社会案件要告诉大家 2月5号凌晨有民众报案表示 花莲市中华路有一辆轿车怠速引擎声过大 而妨碍到了安宁 寻了远警是特别到厂处理 并发现了一名马姓男子在驾驶座上 远警依法盘查 不过马姓男子神情紧张地表示 车子不是他的 而随后车主是从漫模店走出来 而直接将车门关上 不慎假伤了执勤的远警 而全案是以妨碍公务罪 以送花莲地检署征办案 巡轮远警到场之后 依法盘查马姓男子申请紧张 并表示车子并不是他的 随后车主罗逊男子 从漫模店走出之后 直接将车门关上 并夹伤执勤的远警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你要干嘛 你在紧张什么啦 等一下等一下 你在紧张什么 你在紧张什么 两名男子一直对远警 不断的咆哮呛声 远警立即呼叫 线上快打部队资源 罗姓车主最后遭远警压制 逮捕 并在车内收出 手指虎 以及开山刀各一把 于盘查过程中 两名男子不配合 警方盘查 其中一名与警方发生推警 并强行关闭车门 导致警方手腕受伤 遂依妨害公务 予以逮捕 并在现场起货 手指虎 及开山刀各一把 选案依妨害公务罪 移送花莲地检署征办 令男子所持有之手指虎 及开山刀 并依枪炮弹药刀卸管制条例 及设置法 移送鉴定裁处 全案依妨害公务罪 移送花莲地检署 侦办 罗姓男子所持的手指虎 以及开山刀 将依枪炮弹药刀卸管制条例 及设为法 移请鉴定裁处 记者凌杰 花莲市采访报道